伊貫道的稻親 今天對伊貫道的稻親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今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包括今天的伊貫道師跟師母同名天秘 90 週年 前一陣子 歷經 20 多年努力的懷洋社廟 也過程喜悠 真的非常殊胜 非常高興 也非常榮幸能夠和各位稻親 共同參與這個重要的日子 來見證我們在84 個國家 200多個城市 能夠由伊貫道跟整個世界的連接點 伊貫道跟本歸稻親 從過去就秉持己力 利人 己達 達人的精神 除了不斷精進自我的修身養性 也非常積極熱心投入公益的付出 經過各位稻親數十年來努力退廣 現在伊貫道不僅在臺灣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仰 更在世界許多角落都不開之善業 在很多國家都有非常蓬勃的發展 也讓各位稻親最顧慮的積極奉獻 拓展到了國際社會 今年全球都面臨疫情的挑戰 因為對於防疫的堅持 臺灣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可以正常過節 舉行大型集會的國家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生活 也要感謝全體國民 以及所有的道庆所做出的努力 願意為了臺灣一起打拼 一起加油 但是 我也要跟我們高興的報告 現在疫情的危險仍然存在 甚至國際上有再度流行的趨勢 前幾天新增的一個文庭案例 更是提醒我們防疫的工作 絕對如無鬆懈 拜託大家 務必配合防疫指揮中心的相關規定 出門務必戴上口罩 也要勤攜手 保護自己 連保護別人 我們一起讓臺灣成為最安全的地方 這一點 我對我們一貫道的道庆 非常有信心 最後 我祝了要再次感謝所有的道庆 這數十年來的奉獻與付出 也要為臺灣祈福 祝福我們所有的國人 身體健康 平安順利 謝謝 謝謝大家